很多企业管理人呢 常常苦于找不到人才 却又常常发生不能发掘人才 不能善用人才的情形 以至于人才不断地流失 使得企业组织断成 规模无法扩张 一个企业领导人 应该如何试人用人跟留人 才能够落实人尽其才的理念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这是个大学问 能够成为领导人 一定由人让他领导 才能够成为领导人 没有人可以找人 找的人来以后 如何的能够留下他 而能够使他成长培养他 培养了以后还不会走掉 再不简单 我们首先讲 没有人的时候要找人 找什么人呢 开始的时候谁都不知道 人才在哪里 偶尔来一个两个三个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人才 因此呢 开始的时候啊 先要开出条件来找人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什么工作 需要什么样条件的人来担任这样的工作 来替我完成这样的工作 那可以公开的招聘啊 登广告也可以 通过介绍也可以 但是这个人来了就很多了 你去上一个总经理 来了可能十七八个人 来来应征 那你要选一个 这个就是要看技术来了 你看看十七八个人之中 哪一个人最适合来当你的经理呢 那就要看看 你跟这个经理 一个是呢 第一个影响是怎么样 第二个呢 这个经理的反应怎么样 第三个呢 他经理具备的条件是怎么样 第四个 是不是他很诚恳 他的意愿如何 我们呢 其中呢 诚恳是最重要的 技术啊 是其次的 但是技术技能专益不够 他做不起来的 而技术技能高 但是他诚恳不够 那来了以后啊 你的公司就有麻烦了 有好戏可看 所以忠诚度 非常重要 但是有的人呢 你第一面见的是 看不出他是忠诚度 忠诚度如何的 没有关系 首先呢 我们呢 能够感觉上这个人是蛮诚恳的 那我们就 最诚恳的 而技术上 或者专业的知识上 或者经历上 他有这种 条件的话 就 哪个条件最好的 就有哪一个人 这个也是要碰运气的 也不完全是可靠 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缘了 你有福报 你就能够啊 一看就看准了 你没有福报的人呢 你看这个人可能是 生一个人都是看错了 看走了眼的 这也 那就没有办法 因为有福报的人 就是跟你有缘的人 这个有能力的人 非常忠诚的人 他会来 来了以后呢 他会带下来 然后呢 我们要找啊 普通的基层的人员 来配合这个专业的 一个管理的人 那基层的人呢 是也是有条件 找得来的 来了以后 我们要培养他 不要担心他跑掉 也不要怕 说我招来的人呢 花了许多的训练的 培养的时间和资源 而他最后啊 培养不起来 或者是培养好了 他就跑掉了 这个念头不能有 你就是要投资嘛 投资把人才培养起来 一个是在这地培养 一个是呢 这钱的也培养 那培养以后 看看 这里边有多少人 能够用的 能够用的人 凡是要用他的话 一定要把他当成了 是你自己的 家里的人看 那在工作上照顾他 甚至于他的身体 心理的情况要照顾他 还有他的家庭 也要照顾到 你这样子的 推承制服 而关怀他 无谓不止 像这样子的人 他还会跑吗 这个薪水多少 是其次 你他的关怀 非常重要 如果你给他的薪水 是普通 而又不给他关怀 那他常常想到 离开 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 还能待多久 不知道 薪水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其他地方也可以 可能更好一点 如果对他非常的 在提提 关怀 照顾 那他的困难 可以解决 而 在培养他 像这样子的人 就能够从基层 渐渐地 渐渐地 培养成了 为你这个公司 或你这个店 或者是你这个团体里边 最忠诚的 最可靠的 最好的人才 我有一个 规矩弟子 他是一个大使医家 他主张说 人才 出于内部 出于基层 一定是从基层 慢慢地培养起来的 问题是在于 有一些人 你对他怎么好 你花了再多的心血 他要走的照样地走 他随时 给你叛变 你对他怎么好 他还是叛变 那么遇到这种情形的话 这是 意中的 不是意外 因为人 就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你不要奢望 那对其他的人 还是一样的 一本初衷 要照顾 要关怀 要培养 要善于善待 这个样子呢 流逝的人 就是不可靠的人 让他走 他应该走的 他不走在里面 迟早 也是不是你的人嘛 那赶他 那走掉了也没关系 那到其他的单位 其他的公司里去 也很好 是我们培养的 对社会的是一份奉献 这样子的时候 走掉的人 他也不会把你当成仇人 因为你是那么康慨 那么大方 那也是很好 我民的都有 我都帮你 有些人 我都帮你 都帮你 出现了 我都帮你 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